刘总 投资200亿的主题乐园项目 计划部已经做完了 很好 接下来的时间 帮我盯紧东风润 别让他在集团再搞小动作 是 安总 这就是安市未来三年的发展方案 根据您的指示 咱们还是主攻女性市场 就按这个方案执行 把安市打造成他经济的全球引领者 接下来还有什么安排 安心 安心 他会不会一搞小鼻 卓雕 民主 万ilar 好美的收银小胃啊 你们要是在一起 才将门当户对 要向两家更融合 你必须跟他结婚 你也没退婚了 我还是第一次见 像你这么帅的外卖小哥 我也是第一次见他 像你这么美的 便利店小妹 那我就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安景岩 今年27岁 在便利店上班 月收入5000 是一个各方面都很普通的人 所以呢 我也想找一个像我一样普通的人 一起大伙过日子 相互扶持 相互保护 我叫尤明轩 28岁 如你所见 我是大品牌 幼米的骨干系统 一个人奋斗呢 也特别的艰难 所以我也想找一个 能互相分担的另一半 一起做社会的小齿轮 从零开始奋斗 那你这么说 你一定很有钱了 当然 光起本工资就有4500 奴努力的话 还能月入过万呢 九先生 我对你特别满意 安小姐 既然你想结婚 我也想结婚 不如 我俩出去看 我们闪婚吧 闪婚 你不愿意没关系 那就是 刚好可以摆脱棉衣了嘛 相信成功 跟夏里把户口本拿来 我们今天就离转 奶奶 奶奶她情绪太激动了 您这出人意料的操作 连数评短区都不敢这么写 老太太没有原地爆炸 已经算是很克制了 毕竟 以您的条件 就算不嫁给那些富家子弟 也该嫁个青年才俊 那不是像她那样平凡呢 可我理想的丈夫 就是她那样平凡的 哥 自从你当上总裁之后 公司股票上涨了五倍 商业能力更是有目共睹 但你这找大嫂的能力 跟你的工作能力比起来 差得也太多了 还有什么不好的吗 跟那些富家千金比起来 也有些太普通了 但是我就是喜欢她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 把你的身份告诉大嫂 等爷爷接受我的妻子 只是普通人的事 我们是不缺钱 但你俩差就这么大 你高难低 我也很难幸福的 来 我给你看看这些 闪婚的负面新闻 我不想看 那我来念给你听 你就别再叨叨了 我脑人都要这儿了 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你不喜欢新月的孙女 而是跟一个便利店的 小妹闪婚了 你这是要把爷爷给气死 你说 现在我结婚了 是不是该买套婚房了 嗯 喂 现在住哪儿啊 我住墨上天城 你呢 我现在还没有住的地方 我想 既然我们结婚了 我想在你的附近 买一套我们的婚房 买房 其实你不用给自己 那么大压力 我们可以租个房子 租房 对啊 我闺蜜刚好要搬走 咱们可以转租她的房子 好 不听你的 那我待会把地址发给你 我什么时候说 要搬出墨上天城啊 我们现在没有地方住了 你就把房子 转租给我们吧 刚结婚 就过来个纠战雀巢 你这重色情有的本性 帮助得也太快了吧 那这样 你就搬到我那儿去住 一来算是赔偿 二来 也帮我开导老太太 省得她不放心 好吧 不担大总裁 哦 我忘了跟你说了 这房子是我跟别人合租的 什么 合租啊 这样 你让房东立刻跟其他租客解约 违约金的话 付十倍 好 还有 以后我就要和明轩好好搭理我们的小家了 公司的事情就全全交给你处理了 好的 我的安大总裁 哥 哥 房子已经完成过户 行李打破好了吗 当然了 哥 哥 这里的居住条件一般 你能住得惯吗 我已经结婚了 还有啊 我以后会花费大量的时间 用在培养的前世 公司的事 过单单 交给我吧 你在干什么 我刚才上午查了一下 根据网友提供的裸婚夫妇生存公略 我们想把日子过好 需要学会记账 嗯 好 都听你的 咱们呢 现在预估工资是一万二 房子是密尔便宜转租给我们的 房租两千 除了吃饭 还有攒钱买房买车 所以 能省则省为第一原则 才能把日子过好 我把我的工资卡交给你 你说该怎么话 就怎么话 不行 你也要参与进来 这叫家庭参与感 咱们相互尊重 平等协商 共同听 好 来 金颜 嗯 我是第一次恋爱 第一次结婚 如果说 我有哪里做得不好的 你都可以提出来 我们一起探讨 我也是 还请 还请尤先生 多多指甲 我总觉得 咱们好像认识好久了 我也有这种感觉 气死我了 这下彻底绣不好了 我应该再置办一套新的家具 根据 裸婚夫妇 生存攻略 我们应该去二手市场 逃一张 不是吧 这可是我们结婚的婚宠 你也要用二手打 咱们刚急过账 要能省则省 都听你的 走吧 只能去沙发睡咯 晚安 晚安 醒醒 快醒醒 该吃饭了 我睡相是不是不太好 没有没有 挺好的 挺好的 这是我做的拿手菜 你尝尝 尝尝 尝 好 好 怎么样 不错吧 好吃 对吧 特别好吃 特别好吃 肯定特别好吃 就是如果说 我们能往里加点盐 或者说是 没有那么糊的话 就更好吃了 怎么可能 你尝尝 算了算了 我再重做一遍 我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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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雨了怎么办 别怕 有我在 家里怎么停电了 咱们忘加电费了 别动 我来 我喂你 怎么这么苦 苦吗 我尝尝 香放多了 加点水吧 把这样 还是很苦啊 这样还苦吗 甜 甜 我快喝 赶紧把你 把你那个 什么 对象带过 什么 他要见我 老爷子不是不接受他吗 怎么突然提出要见他了 这里面肯定有猫呢 老爷子这葫芦里 究竟卖的什么药 以我对老太太的了解 他肯定是想让你们 外卖小哥丈夫 知难而听 老爷子憋了一肚子怒火 见他还能有什么好事 那你觉得 老太太能先说 保守估计 你也得带着孩子回去 立法在他底下 一个三天三夜 才有可能 哥 我觉得 你跟大嫂 还是抓紧时间造人吧 那我们都结婚了 连家长都不见 总说不过去吧 那 可不 放心 我肯定给你挑俩最好的演技 老戏不 和爸 影帝级别的表演 保证万无一失 郑娘母 生了个景颜 这么温柔漂亮的女孩 你可真是好眼力啊 我们家景颜 虽然其他方面一般 但说到温柔啊 她排第二 没人敢排第一 妈妈 我哪有你说的那么温柔 本来就很温柔啊 我说的都是实话 她从小啊 连只蚂蚁都舍不得踩死 我们家明轩也是 小时候啊 特别乖巧懂事 我还怕她娶了媳妇 将来会受气呢 现在娶了景颜 我心算是踏实了 对了明轩 我们家景颜啊 从小的梦想 就是生三个宝宝 这是我给你们俩 准备的中药包 你们趁着年轻 得抓紧呀 医生说了 只要你们按时服用啊 这孩子 很快就能有 三胞胎 四胞胎不是什么事 阿姨啊 我和景颜刚结婚 暂时不考虑孩子 你这小子 既然愿意生 就让她生吧 你妈可会带孩子 生个十个八个的 也能带 你要说带孩子呀 我就能跟我亲家母 聊到天亮去 爸 阿姨 你们先聊 我和景颜有事先走了 你们先聊 我们先走 你们聊 好好聊 你歇会 你累了 那我帮你揉揉 好 明轩哥哥 你怎么在这儿 他是谁 他是我的妻子 安晴妍 该死 来晚了 又明轩 你早晚是我 明轩哥哥 你结婚 怎么能不经过 希儿的同意呢 看来是情敌来了 这位姑娘 我老公结婚 为什么要经过你同意啊 我是明轩哥哥 青梅竹马的妹妹 她结婚 凭什么不经过 我的同意啊 青梅竹马的妹妹是吗 就是从小认识的妹妹 既然这样 那我回家吧 这个女的好像在哪儿见过 太难了 怎么办 一千块钱过一个月 比把公司做上市都难 什么上市啊 我去 差点摸现了 没有 我说的是菜市场 自己做菜的话 不是得去菜市场 抢点蔬菜吗 大半夜不睡觉 就想这个 钱 钱是赚出来的 不是省出来的 该花还是得花 争取早日 生殖加息 那你加油 我去睡了 加油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加油 店里店小妹 加油 快点小哥 还有 别忘了 今晚的清婚晚宴 好 拜拜 拜拜 宁儿 今晚的商业晚会 你带我出席 今天晚上的酒会 南城名流云集 您确定不亲自参加吗 我确定 什么也没有 我跟尤先生约会重要 你们俩也太腻歪了 受不了 等你找到了真命天子 可你也跟我一样 绝不可能 周文静 你来签 怎么 这么着急回家陪大嫂 她现在是有家的当家主母 你最好叫她 嫂夫人 看来嫂夫人 很得我们有总裁心愿 知道就好 对了哥 老爷子生病了 我觉得 我们去看看吧 嗯 爷爷 你没事吧 我能没事吗 不许接她电话 爷爷 赶紧跟她离婚 我只认 心远的孙女 颜颜 不在餐厅的我 来这干啥 我来给我闺蜜送资料 你还好意思说呢 我给你打了一下 我电话你都不接 我 不许接她电话 爷爷 赶紧跟她离婚 我今天单字太多了 唉 你看我这衣服都没换 我就过来找你了 是不是 真的 当然是真的 那 我明天要跟你一起送外卖 啊 你不方便 方 方便 方便 我下来了 嘿 哥 爱哥 爱哥这儿 唉 这是我给你找的外卖教练 张师傅 张师傅 张师傅可是一名 拥有二十年经验的老骑手 我相信犹太给你指导外卖技能 你一定能很快出师 快开练吧 说紧 要挺直 不顾一线往前冲 没想到 我哥还是个送外卖的好苗子 哥 咱家地下车库放着百十辆豪车 我看您开车去送外卖得了 别废话 再来 走 再来 不顾一切 向前冲 哥 走吧 你 你这嘴怎么了 你让谁打的呀 没事 不愧是昨天晚上 梦游自己给自己打个吧 不会 我昨晚上厕所 摔着了 疼不疼啊你 不疼不疼啊 上车 时间不早了 走吧 坐稳了 嗯 这好玩吗 我第一次玩 来 我来找你 出来了 中了 耶 给你 怎么这都假中了 我们加了好多次都假不中 他们就是运气好 就是运气好而已 别玩了别玩了 走了走了 怎么样我给我再来 别玩了 老闆 这是给你弄成 没想到你这么厉害 花一百块钱能夹这么多娃娃 主要是有你在 我才能次次动作 没想到你还会天言蜜语呢 上车 只要你帮我看好安锦言 以后你就是我东方润的女人 你妈妈的住院费 就包在我身上了 乖 好累啊 我也是 我喝这个 我也是 啊 来吧宝贝 让我们开始 造人吧 他们竟然都这么主动了 那么厉害 这个鳄鱼跟你长得挺像的 归你了 晚安 哦 晚安 哪像我了 安总 你的电话 喂 锦衍 你在哪上班呢 我如果过去送外卖的话 可以顺便去看看你 好啊 我一会把地址发给你 哦 对了 我在你眼里 真的和那只鳄鱼一样吗 不 你比它好看一点 一点点 很多很多 蜜儿 十分钟内帮我收购一家便利店 让我把地址发给我 是 嗯 稍等一下 请问需要点什么 许货 第一个是 奶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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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呢 哦 我们都排半天对了 能不能先给我们结账啊 再不结账我们就走了 这就来 这就来 快点 快点 完了 不知道怎么收银怎么办呢 快点啊 不好意思啊 这个收银机坏了 然后你把东西先拿走吧 这还差不多 不是 你对你们便利店不熟悉啊 店铺刚装修过嘛 那这样你们三天工资就没了 十一县长一致嘛 这样 到这儿 天天 你终于来了 那我下班了 去看电影 好 拜托你了 看电影 不是 那那那我货怎么办 走吧 你交给别人吧 只要你帮我看好安检言 你以后 就是我东方润的女 你妈妈的助援费 就包在我身上 那我们开始吧 让我们一起努力成为合格的外卖员和收银员 在平凡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现在我们就出发 努力工作 好 晚上了 注意保暖 你也注意安全 介绍我工作 好 走了 傻笑什么呢 干什么呢 傻笑啥 你快看 你快看 我发工资了 好巧啊 我也发工资了 八千一百三十四块六 这么多 老婆 既然咱们发工资了 明天我们去逛街 怎么样 好 时候不早了 我们早点睡吧 走 这铁里的钻石都是六位数奇 太贵了 有什么可看到 贵 我们就要看看它为什么贵 贵有什么道理 对吧 才刚赚了八千多就花出去了 没事 就看看呗 也不贵 哎呦 尤总 尤总 店长嘛 见的男的都叫总 就跟见的人家帅哥美女一个道理 你这有没有物美价廉的钻戒 价格大概在几千块钱的那种 有有有 你看人家都说有 我们进去看看吧 看看 看来尤总是想泡妞 又不想暴露身份 那我看得好好表现 你看看喜欢哪个 嗯 这个吧 这个 这个黑小都忽略不计了 尤总 想看大的请二位里边请 我看看 哇 这么大 这个好看 咱们试一下吧 不 不 不 至少要一百万呢 不 一百万吗 这枚钻石其实是人造的 只要五千元 五千 那五百 刷 姐 我有衣服 真别给我买 那不行 你帮我买了这么漂亮的钻石 我也得给你买几件漂亮衣服吧 不错 这是我们店的至宗黑卡 在我们店购物格享受一折优惠 试试吧 嗯 哎 是 我是 东方润 你别忘了 三年前你还说过要嫁给我 你有病吧 嗯 怎么了 没事 刚才碰几个神经病 我们走吧 小伙子 哎 阿姨 怎么了 我是住你楼下的邻居 看你们夫妻满恩爱的 真叫人羡慕啊 是啊 小伙子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相亲认识的 姑娘 你们结婚多久了 我们刚闪婚一个月 闪婚啊 感情这么好 真是有缘分啊 阿姨 你就先跳着 我们先走了 好嘞好嘞 跳得好看 加油 差点没认出来 原来游明轩是跟我的猎物结婚了 你这个猎业留照片的习惯 还真是不错 游明轩要知道 安静岩领制的烈焰高手 一定会嫉妒的发狂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明轩哥哥 安静岩她不是个好女人 你这么为她牺牲不值得的 我的事情不需要你操心 还有 关于我身份的事情 你也不许告诉她 否则你们有事 就再也得不到 我们有事的资金支持 明轩哥哥 汐儿知道你很喜欢她 但是你们毕竟是闪婚 相互之间缺乏了解 毕竟汐儿跟你从小一起 够了 你松手 我还不够了 好 明轩哥哥 你看这是什么 东方润是什么人 你不是不清楚 你的妻子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单纯 她之所以想找个普通人闪婚 可能就是玩够了 想找个老实人当接盘侠 遇见了 你不要生汐儿的气 不然汐儿会难过的 这张照片 我不希望任何人看到 只是 东方认她风流成性 汐儿不知道他们私下 够了 安锦言一直在调查 二十二年前发生在烟雨小城的车祸案 她极有可能就是明轩小时候 口口声声的亲妹妹 这安锦言和游明轩的身份 还真是奇妙 就算月老用钢丝绳给他们签的信 我一定要给他们拆散 这游夫人的位置 一定是我柳希的 锦言 又是你 赶紧走 你不走是吧 我走 说吧 你到底想干嘛 你还记得二十二年前 在烟雨小城遇到的小哥哥吗 他的父母出车祸身亡 也因此失去了双气 你怎么知道 我就是二十二年前的小哥哥 这么多年 我一直在找你 这是我的日记本 真的是你啊 游明轩 你到底想干嘛 该解释的人应该是你吧 他为什么来找你 你误会了 我们很久就认识了 他找了我很久 我不想听你们的成年武士 以后不许跟东方瑞有任何来问 你怎么知道他的名字 他是我表弟 你们竟然是表兄弟啊 不管怎么说 以后你不许在这里工作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你在这里上班 所以呢 去别的地方工作 如果你没什么别的事 就赶紧走吧 别影响我工作 简言姐 这会儿店里也没什么客人 马上就有了 哟 表哥回来了 爷爷 祝您福入东海 受病的 有你这样的不孝子孙 我可活不了那么久 是啊 表哥 你说老爷最谈爱的就是你 你就这么气老爷 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那个 爷爷 公司很忙 我先回公司了 公司忙的话 以后就别回来了 今天是老爷的七十大寿 你不陪老爷过完生日再走 是不是有点不对啊 那我先回房间 老爷 我先去跟表哥说几句话 怎么 怕我抢走你的安静言 出去 你究竟为什么这么讨厌我 我不讨厌你 那是我 你是你 要不是因为你 游市集团总裁的位置 就是我的 要不是因为你 游市集团总裁的位置 就是我的 你个混蛋 你除了会在外面花集团钱 你还会什么 就算没有我 游市集团总裁的位置 也不可能是你的 你个混蛋 你知道吗 三年前 你老婆的第一次 就是被我夺走的 知道我为什么 那么喜欢你老婆吗 因为和她睡得真爽 而且 我喜欢人气 住手 哎 润儿 没事吧 没事 我看看 你看你 骑车都不知道看路 怎么能撞在电线杆上呢 我下次注意 疼吗 清点 我 我 你们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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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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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什么呢 给我 你老婆是我睡过 最舒服的女人 就这样躺着吧 姐姐 董方少爷送来的 他说 要跟你一起找回 当年的回忆 这个月的合作 我不能赔 要多多伤心 哥 猜猜我是谁 把手拿开 猜一下猜一下 把手拿开 缘分真的太奇妙了 没想到 我一直找的小哥哥 就在我身边 你找到我之后 想做什么 嗯 不知道 锦言 你能像以前一样 叫我一声哥哥吗 嗯 不行 游明轩 你没有工作吗 天天替我呀 你连做一个收音员的资格都没有 自己的工作不能自己完成啊 你怎么和小爷说话呢 你想跟我老婆 你有什么 滚 啊 是 你太过分了 还不赶紧道歉 我凭什么给他道歉 他还不快走 你也要谈顾他是吧 其实你会功夫 咱们俩彼此彼此 算是扯平了 可我出手是为了救你 你却是为了救他 可我出手是为了救你 而你出手却是为了救他 你喝多了 啊 啊 啊 我们现在是合法夫妻 你是因为嫉妒才这样 我觉得你在羞辱我 你这种氛围让我觉得很难受 你跟他在一起的暧昧 暧昧 我们今天下午见面的时候 你不是都在场吗 我知道你和你表弟关系不好 但我有了解过去的权利啊 为什么非要知道呢 人应该活在未来和当下动嘛 是你不懂我 那我就从现在开始 不要 为什么 我觉得现在不合适 是不是你的心乱了 你现在不确定你到底爱不爱我 不多了 新婚之后的第一个生日 就是送我一家 哥 你这憔悴的样子 我都不忍心看了 要不 你就把东方润偷抄你的笔记 还有你才是真正的小哥哥的事情 告诉嫂夫人吧 依我看 嫂夫人啊 她也不是个不能抗事的人 您这样拐来拐去的 我看着都累 但是我希望她爱的仅仅是我 尤明轩 跟童年的小哥哥无关 跟我的身份无关 跟一切都无关 今天是你的生日 你打算怎么过 跳过 也不告诉嫂夫人 她已经送过我生日礼物了 谁啊 您好 这是柳小姐送给尤明轩先生的生日蛋糕 祝尤先生生日快乐 什么 她过生日居然都不告诉你 是啊 这可是我们结婚之后 她过的第一个生日 要不是她那个青梅竹马的妹妹 送来生日蛋糕 我根本就不知道 那个柳西 她凭什么给你老公送蛋糕啊 不许吃啊 放心 我已经任楼下垃圾桶了 还有 我觉得那个柳西 就是在故意恶心你 我觉得她俩关系肯定不容易 要不要找个私家侦探调查一下 我们找的侦探说 柳明轩也在找侦探来调查你 早夫人找的侦探 和咱们找的侦探 居然是一对夫妻 她竟然敢调查我 既然她不相信我的我 那我们就故意放昔 寄了消息给她们 那就看她能不能 接受不完美的我了 哥 侦探查到了一些 嫂夫人的情事信息 不知道你能不能扛得住 说 说 三年前 嫂夫人跟东方润短暂交往过 分手以后 嫂夫人还因为伤心过度住院了 柳明轩和柳心确实恋爱过 海尔发生关系时 柳心还未满18岁 所以这些年 他们一直纠缠不清 得了失忆症 所以把那段记忆给忘了 姐 我觉得这个柳明轩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她肯定对你隐藏了不少的秘密 你别忘了 我跟你刻意的那些可怕的骗户案例 你一定要当心啊 行 知道了 挂了吧 有什么事情是连我这个丈夫都不知道的 你不是也有很多没有告诉我吗 不能找野男人啊 打架了 没有啊 我们恩爱得很 好的很 我看我们先回家 把事情聊清楚 走 走 拜拜 你看 这夫妻之间 床头大家床外和 哪来的隔夜虫 不吃了 看来你是想半夜出去跟你的希儿妹妹 吃宵夜去吧 看来你是想和你的东方任哥哥 偶乱丝林了 看来你是不想好好聊了 不想跟你聊聊 站住 哎呀 刚才是不是地震了 好像是啊 感觉三十二号楼刚才慌了几下 不是地震 是四零三 夫妻俩在吵架 这动静不小啊 我怕闹出人命 这是有多大的丑啊 家都要拆了 我们去看看吧 赶紧啊 早知道你是骗我的 我就不给你买这一床被子了 这明明是我们一起卖的 那我就把它撕开 走啊 撕就撕 走 你这是干什么 家长不可外扬 他们这是 这有什么事啊 人家夫妻俩正在办事 哎女士你没事吧 我能有什么事 你进来干什么 听邻居说有人在打架 我怕闹出人命 你是听谁这样造谣的 啊 我们夫妻俩恩爱还来不及呢 怎么可能打架 那你家里这是怎么回事啊 调情 就是啊 我们就喜欢拆点自己家里东西调情 是 怎么犯法吗 那麻烦你们下次小声点 出去 门给我带上了 别再进来了 不打了 你刚才撒谎的时候 我脸不红心不跳 我看密尔说的对 你一直在骗我 我骗你 你就没骗我吗 一个连走路都要崴脚的便利店小妹 竟然为了你的暧昧对象 跟你的老公大打出手 静言 你是把我们的婚姻当作小孩过家家吗 疼吗 我们不打了 至哥威武 行吗 你房子都要被拆了 我还挺喜欢这房子的 我愿意接受 你和东方镇的过去 我也愿意接受你的 静言 我也是第一次谈恋爱 第一次结婚 如果说 我哪有做的不好的地方 你随时都可以提出来 你听了我这么久 我也该听你的 那我先回房间睡觉了 晚安 晚安 灵轩 怎么了 我做噩梦了 做什么噩梦了 我梦见我妈了 有我在 别怕 要不 今晚我陪你睡 那你给我讲故事 好啊 在很久很久以前啊 有一只大灰狼 她进入了阳术的林地 然后你猜怎么了 太阳沙屁股了 快起床了 好 你是不是想发生点什么 才愿意洗床 好了 快起床了 快起来了 你来了 送给你 我又不是小孩子 为什么送娃娃给我 我小的时候呀 经常做噩梦 我的妈妈 就买了一个这样的娃娃给我 只要你在睡着的时候 紧紧抱着她 她就会在梦中守护你 让你整晚不再做噩梦 你在现实中守护我 这个娃娃在梦里守护我 我感觉我就是这个世界上 最有安全感的人 走吧 便利点小妹 走吧 外卖小哥 送给你 你以后别再这样了 你要是不叫我哥哥的话 骗你的 我是来感谢你的 上次救我的 我怕林轩 她会比较介意 能不能不要提她 你记不记得22年前 你来我家的那天晚上 我妈妈为什么会突然回来 她为什么会突然病死 你想知道的话 就和我一起回去寻找答案吧 我记得你好像对花粉过敏 现在 啊 我 可能 长大了吧 我还有点事 我先走了 哥 东方任的小子 是不是想利用扫夫人 罪您不利啊 你先出去 让我静一静 哥 不好了 东方任的小子 居然恬不知耻地向扫夫人表白 走 安静爷 你嫁给我吧 赶快起来 你要是不收的话 我就不起来 这么多人看着呢 你这样太夸张了 赶快起来 这可是我艰辛为你挑选的 你不要顾左右而言她 你快收下吧 收下吧 快收下吧 收下吧 她都跪了半天了 你还在试着都喜欢理事 都会被这种夸张的行为做感动 我与寝长高手的身份回答你 是的 哥 你要是再不说 扫夫人就要被人家追走了 收下吧 收下吧 她都跪了半天了 收下吧 诚意十足了 是啊 她都跪了半天了 诚意十足的 你要是不收的话 这么多人看着 我多尴尬啊 好吧 收下吧 收下 等年我的爸妈被烧死在车里 她的妈 愿意未射掉自杀 这样悲惨的夜晚 我二十多年无法逃脱 我为什么还要回忆走起你 回到过去呢 你就是不想让过去的经历 给嫂子造成二次伤害 这才是真爱 潤哥 谢谢你的心意 但礼物 我真的不能收 简言 你为什么要这样 只是个手链而已 你有必要拘我于千里之歪吗 我已经结婚了 我不想让明轩误会 所以 抱歉了 行了 差不多得了 软的不行 我们就给他来应 怎么来应的 行 只要他游明轩不开心 我就开心 我可不管他游明轩是不是幸福 我的目标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成为游夫人 东方润 这张照片怎么回事 你说这个 你把这杯酒喝了 我就告诉你 好 我喝 现在可以说了吧 来 坐我跟前来 你对我做了什么 我呢 当然是想跟你重温一下 三年前的回忆 你别碰我 别碰我 别碰我 你别碰我 你居然敢打我 你知道我爸是东方鹏吗 东方鹏是吧 今天 就是天王老子 我也不管 坐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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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碰你我才是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 老公快看是房政夫妇 房政夫妇是什么意思 他们俩上次的夫妻生活 动静搞的那么大 差点把房子都拆了 这是在整个小区都传变了 大家都称呼他们为房政夫妇 他们好钱啊 咱俩能不能像他俩一样 哎呀我要我要 怎么了怎么了 老公怎么了 怎么能像他们那样 你得减肥 你才肥 看他们俩都眼神好像在拉丝 如果我能再年轻一回 我也想像他们一样谈一次恋爱 需要我亲自帮你解吗 解 解什么 东方润不是给你下药了吗 我好晕啊 看来这药劲儿真够大的 这个是我堂弟给的药 特效药 那你先休息 我先回去了 你为什么不亲自帮我解 我不想趁人之危 尤明轩 我错了 我想纠正一下自己的爱情观 纠正什么 二十二年前 我遇到了一个小哥哥 我承诺将来要变成女强人保护他 所以这些年 我一直努力想要兑现这个诺言 甚至按照他当年的样子去找对象 觉得那就是理想的爱情 现在呢 现在 我只想找一个能和我相互扶持 那个人就是你 尤明轩因为我爱你 仅仅因为你 与其他一切无关 你很幸运 因为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爱你 很爱很爱你 我也爱你 怎么 我老公还不许我碰啊 这个巴士怎么回事 你 你这个巴痕是怎么回事 这个是我小的时候出车祸 那个时候留下的 三年前 你是不是去过牡丹酒吧 老婆 我觉得夫妻之间啊 应该互相坦诚 我也不打算瞒你了 三年前 我确实去过那应酬 但是我也被人下了药 我醒来之后 柳絮就在我床上了 并且有了男女关系 但是我发誓 但是我发誓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那晚跟你发生关系的 不是柳希 不是柳希 是我们 那天晚上是我和你 那晚我虽然喝醉了 但我还清楚地记得 你胸前的这个巴痕 你在里面吗 我怕东方润会继续纠缠我 所以我就跳窗逃走了 那你和东方润的那张照片 是怎么回事 他趁我喝醉了 想要侵犯我 我抄气酒瓶 把他打昏了过去 你和柳希怎么回事 我只记得 我当时困急了 迷迷糊糊听到有响声 宜娟哥哥 希儿现在是你的人 你要对希儿负责任 老婆 你知道吗 因为柳希 我对那事 我现在产生了心理阴影 我还专门去看了心理医生 哎呦 这么可怜呢 嗯 我帮你 柳柳 自家侦探调查到了一些 关于游民轩身份的资料 我现在立刻停止调查 你不想知道 他的真实身份了吗 我现在只想知道 怎么搞垮东方家 东方棚正在中间悬赏 寻找害东方家 段子绝孙的面具男 那我就先搞垮他的资金链 让他付不起这个赏金 知道了 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弄死他 算我东方家香火 你不说我也不会让他继续活着 只不过你知道那小子是谁吗 他带着面具 我没看见他的脸 但不管他是谁 我一定要让他死 袁总 你怎么来了 我来自然是和东方棚 聊聊违约金的事 什么违约金 半小时前 东方集团爆雷 股票狂跌 恐怕是撑不到明天了 这怎么可能 你还是问问你儿子 得罪了什么人吧 东方棚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 跪就见你一面 宽限一下违约金 让他进来 进来吧 安氏集团平时都是原副总在帮打理 今日能见到安总本尊 实在是荣幸啊 我听说有人想要断着东方家的香火 真儿说是一个野丫头和他的拼头 想讹他钱 讹诈不成 就恼羞成怒 下了毒手 看来你这个宝贝儿子也不老实 连亲爹都骗 昨晚我也在牡丹酒吧 我看到的 明明是东方润想要强暴那丫头 何来欺诈一说 没想到安总你也在 我不只在 我和我的丈夫 就是你口中所说的野丫头和他的拼头 我悬赏了半天的凶手竟然是安总夫君 东方润想要吓要强暴我 废了他是我的主意 也是他自作自受 如果我安锦岩拿命伤 那后果可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得了的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东方股票一夜之间蒸发掉几百亿了吧 明白明白 而我安锦岩也从来不欺负人 不过如果你们想继续打击报复的话 别怪我让你们东方家消失了 东方家绝不再追究 我的身份不要告诉东方润 另外 今天说的话不许泄露出去一个字 是 管好你儿子 否则下次可就不是段子绝孙这么简单的了 出去吧 哥 你昨天晚上是不是跟嫂夫人同房了 还搞得这么激烈 别瞎 铁证在此还想狡辩 看完 我很快就能当叔叔了 明轩哥哥 这财务部是不是搞错了 为什么把给我柳氏的投资给撤回了 是我让他撤的 有明轩呢 你都做了什么 柳氏这种长期亏损的企业 本来就没有投资的必要 早就该撤销投资 三年前 是你对我女儿做出禽兽不如的事 那时候她未满18岁 所以 你当时答应我 对我女儿做出最好的补偿 我这才没把你送到监狱去 你对柳氏的投资 不是我们欠你的 是你欠我们的 柳星远 你就不要在我哥面前演戏了 三年前 我哥跟你女儿柳西 根本什么都没有发生 那我确实是你强调了希儿的 希儿不奢求你能娶我 但是你也不能不承认吧 三年前的事我都知道了 那晚跟我发生关系的明明是她 所以你就不要再撞了 以后我也再也不想看见你 希儿对你的心你是知道的 你不能对希儿这么绝情 够了 送客 走啊 爸 你和安总谈得怎么样了 还有 那个害我的人找到了吗 谁让你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 说到底都是你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就不追究了 我到底是不是年轻生儿子 追究了又能怎么样 你能恢复成之前的样子吗 事到如今 你自可受着吧 你也太怂了 我马上出国谈个重要生意 你出院后老实点 不要再给我惹事了 我看你出去是想找个新女人吧 再生个孩子来替代我 混账东西 害我的那个人究竟是谁啊 当然是游明轩了 我查到那晚去就安静言的就是她 怪不得我爸害怕游明轩 那我们 现在该怎么办 你爸送不是还有你妈的吗 她是游老爷的亲生女儿 她又不怕游明轩了 我这就跟我妈打电话 妈 游明轩欺人太甚 你一定要替我做主啊 放心 妈绝不会轻饶你 爸 再怎么说 芮儿也是游明轩的表弟 他这样子不顾手足情义 狠心对芮儿下这样的毒手 断送了芮儿下半辈子的幸福 我可就这么一个儿子呀 我还早日盼着当奶奶呢 这不是要我命吗 这个明轩 怎么能这么不管不顾呢 真是气死我了 他之所以会变成这样 一定是他的老婆对他的影响 这个女人不仅上不了台面 而且还是蛇姬心肠的当父 先是迷惑游明轩和他闪婚 又又护我们家瑞儿 这才挑起了他们兄弟之间的矛盾呢 是啊 老爷 他 他现在就被那个女人鬼秘心窍了 他现在让明轩去做什么 明轩就会去做什么 如果这个女人当了我们游家的当家主母 那我们游家岂不是完蛋了 他当初 要是听了爷爷的话 跟爷爷结婚 那会有今天的事啊 真是气死我了 老爷 爷爷怎么突然要立遗嘱 姑妈从美国回来了 这几天一直陪在老爷子身边 另立遗嘱 肯定是他的主 他为什么突然回来了 他已经知道是你废了东方润 这次回来 显然是冲着你来的 所以哥 你一定要做好心理准 迎接一场恶战 没什么好准备的 反正从小到大他都不喜欢我 习惯了 医生 我爷爷的病怎么样了 爷爷情况很严重 不管怎么样 请你一定要救回我爷爷 我妈会有尽力 从小你就偏心我哥 我哥不在呢 你又偏心萱萱 我算是看透了 你就是重男轻女 把我和润儿当外人 在我的心里 你们都是一样的 那萱萱是不备了您的意愿 娶了那样的媳妇 现在又这么对热 你都还不愿意改遗嘱 还要把优势交给他 我们在你心里 怎么可能一样 我是想等他来了 当面问清楚 爷爷 你也是护气心切 但你找的那个妻子 实在不是我们尤家 当家主母的合适人选 爷爷希望你 马上和他离婚 和心远的孙女 延延结婚 他仅仅了解了他 你无论 你得到一定 是什么不成 爷爷 我 你不离婚 我就跟你断绝关系 我是不会离婚的 反正所有的事情 都终能留去 我也是能选择辜负 你不辜负他 你听您的说的 这是什么话 就差把胡笑 写在脸上了 这件事情 我真的做不到 你是成兴 不让我这个老头子 安安心心 闭上眼走啊 没想到 我这么多年 是养了一个白眼狼 你 你 你给我滚 赶紧滚 爷爷让你滚 你赶紧滚 爷爷 老爷子身子可弱得很 你还不走 是先把他气得还不够吗 爷爷之所以身体不好 全都是被你气的 你还不滚 我已经跟你断绝关系了 我没有你这个不肖子酸 哥 老爷 老爷 我已经跟你断绝关系了 我没有你这个不肖子酸 干嘛呢 送给你 你不要害羞吧 你帮你帮这个朋友 谢谢 走吧 你不要害羞吧 你帮你帮这个朋友 你不要害羞吧 你帮你帮这个朋友 他们竟然还是这么恩爱 还笑得那么开心 没想到 用老爷子临终一言这招 都没让游明轩吐死 看来他们的婚姻非常牢靠 你这要当游夫人的梦 恐怕是要泡汤了 没有牢不可破的婚姻 只有不努力的小三 你看游明轩穿的是万元的衣服 而安静岩并不知道游明轩是首富 所以他们的婚姻并非老不可破 你的意思是 安静岩接受不了游明轩是首富的身份 毕竟安静岩很讲解 田田 你又迟到了 下次注意 我知道了 静岩姐 但是你猜 我刚刚在路上看到谁了 谁啊 你老公 他真巧啊 你都不知道我看到了什么 讲重点 我看见他穿着一身价值不菲的西装 从一辆劳斯莱斯里下来 进了顶流私人会所 他是去送外卖吧 他既没收外卖费用 手里也没拿外卖 肯定不是去送外卖的 跟我合租的小姐妹就在那里上班 据他说 里面可是美女如云 奢华淫乱 他却能干什么好事 相信男人靠得住 还不如相信母猪会上树 喂老公 你在哪呢 我在送外卖呢 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想问问你晚上吃什么 只要有你在 什么都是好吃的 先这样吧 我今天比较忙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我去查货 我调查过了 他送的那颗钻石 根本就不是廉价的人造钻石 而是颗超百万的稀有真钻 刚才乌叶给我打电话 通知我开业主大会 我才知道 他把我们住的那套房子 买下来了 你的外卖小哥 实则是个隐形富豪 这简直比青蛙变王子的故事 还要精彩 嘘 他电话来了 喂 喂 老婆 我今天外卖单子特别多 特别忙 没时间来接你下班 那你早点回家 我在家等你啊 好 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他 你的真实身份 我不知道 你想一直瞒下去 我只是留恋 跟他在一起的普通日子 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下去 你想让他一直做你的外卖小哥 也不是 我只是不想让他变得很有钱 在这干嘛呢 我中午就回来了 你在这干嘛呢 我在等你啊 你怎么不回家等啊 你怎么不回屋里等啊 怕你不回来啊 傻瓜 我怎么就不回来了呢 好了 我们先上楼去吧 其实 我之所以不把自己的 经济状况告诉你 是因为我觉得你啊 一直就想找一个 普通的男生过日子 我只有成为普通人 才能跟你好好谈恋爱 老公 你真好 还有一件事 我也不打算瞒你了 我也不打算瞒你了 你说 把你的秘密全都说出来 二十二年前你遇见的那个小哥哥 其实是我 我之所以练习承刀呢 也是为了兑现保护你的承诺 其实 我练踏拳道 也是为了实现保护你的承诺 东方认的那本日记是怎么回事 是偷抄我的 真记在这 你爸后面回来了吗 没有 后来我就去了孤儿院 再后来 我就被一个老奶奶收养了 你上次领我接的母亲 那是假的 其实 她是演员 原来我们是找了四个演员 东台标戏啊 他们要是在剧组碰见会怎么样 没想到他们非但没闹矛盾 还去尤氏集团秀起了恩爱 这样的话 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 是 是 奶奶 就算你跟尤老头有天大的交情 那你也不能逼我以身相许啊 你不以身相许 奶奶让我以身相许吗 我觉得 你要是能谈个黄昏恋 是挺合适的 哥 我调查到嫂夫人这次事故不是意外 是人为 谁干的 还没想到 她就是 她就是简言的丈夫 因为是 我是简言的闺蜜 袁立尔 这位就是她奶奶 安老头 爷爷怎么突然出车祸了 爷爷 爷爷就是简言的小娘 对不起奶奶 我没把简言照顾好 是我的问题 爷爷让我娶了那个过人的孙女 好像也叫爷爷 怎么这么巧 我的孙女怎么样了 患者暂时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只是她的腰部受到重痊 子宫受伤比较严重 以后想要孩子的话 她是比较困难 你的意思是 她以后不能生育了 那肯定就不生了 医生 我不想知道她能不能生孩子 我只想知道她能不能好起来 放心 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救治 请你们耐心等她 哥 你都一夜没合眼了 早夫人看到你这样子 肯定会很心疼的 只要她不醒来 我就一刻也不敢合眼 我怕我一合眼 她就醒不来了 医生都已经说 她已经脱离了危险期 就不要再那么紧张 她昏迷了那么久 一定很害怕 我想让她真眼的第一眼 就能看到我 欣月 欣月 老游 你怎么会在这 我的孙女爷爷出车祸了 爷爷 您说的那位故人 不会就是安奶奶吧 是啊 老游 这小伙子就是你的孙子萱萱 是的 搞了半天 这爷爷还是嫁给了萱萱 真是没想到 萱萱 娶的就是爷爷 他俩这叫 有缘亲礼来相会 你懂什么 哦 那你说说 他们两个大佬 都以为对方很柔弱 然后装柔弱去保护对方 继而拥有了真爱 这也不比我总结的好 就你懂得多 哪儿多了 哪儿都多 你看着挺端庄舒雅 没想到 这么慢不讲理 你说谁不讲理 你把话说清楚 我可说不清楚 好了 你把萱萱送回去 之后也不早了 你们先回去吧 静言 你醒了 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怎么样 你看起来好憔悴 行就好 他害怕失去你了 以后你就待在家里 哪也不要去 我们不是说好 要成为合格的外卖员 和收银员吗 你昏迷的时候 安娜奶奶了 所以 你暴露了 安娜总裁 马甲我难藏了 以后再也不用藏了 你 你不需要再找马甲了 你怎么知道我的小名 我的小名是萱萱 就是你奶奶 给你找到故人的孙子 真的 嗯 真的 折腾来折腾去 最后还是我们俩 哥 中当嫂夫人的肇事司机 我查到了 查到了 营营 我马上回来 营营 奶奶 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老天爷肯定会保佑你的 萱萱呢 明萱出去办事了 刘太太 您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还可以 就是腰有点疼 您的腰部 损伤比较严重 可能以后会影响生育 还需要住院观察一段时间 看看有没有并发症 影响生育什么意思 这个我们跟刘先生已经说过了 可能以后怀孕会受到影响 什么 放心 爷爷 萱萱也说了 孩子生不生没有关系 你放关心 奶奶去给你买吃的 没事的 喂 明萱 我们离婚吧 你怎么突然会有这么奇怪的想法 我不能生孩子 没法给你一个完整的家 我根本不在意你能不能生孩子 你别胡思乱想 我坚决不同意离婚 你在医院好好待着 我现在就上来 哥 看来嫂夫人很爱你啊 快回医院 奶奶 明萱从小就失去父母 她最想要的就是一个温馨有爱的家 我原来想给她生三个宝宝 现在 生一个都很困难了 你的情况我也咨询其他专家了 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 你们将来会有自己的孩子的 那万一没有呢 如果一个男人 只是为了让你生儿育女娶你 你愿意吗 当然不愿意 两个人在一起啊 最要紧的就是好好过日子 能互相陪伴在一起 那就是最温暖的家了 这孩子呀 很快就会长大 会成为独立的个体 就像你似的 翅膀硬了 连婚姻都是自己做主 奶奶根本就拦不住你 你要是万一嫁错了人 过得不幸福 奶奶有一天走了 有多不放心呢 奶奶 对不起啊 不过 这也不能全怪你 当初让萱萱和你结婚 有我和老游的私心 什么私心 我们当年是同一所大学 你们竟然是校友 我们还是彼此的初恋呢 什么 你们还是初恋情人 是啊 那你们后来为什么没有在一起 因为她的母亲 强烈反对我们在一起 为什么 因为我是农村的穷丫头 而她则是城市的富家子弟 我们两家家境悬殊 她母亲想要的儿媳妇 是跟尤家门当户对 在生意上能帮助她儿子的大家千金 五十年过去了 我以为她竟活在我的记忆里 没想到我们又遇见了 虽然现在我已经功成名就 能和尤家平起平坐 但无事人非 时间没有等我们 我们都老了 不可能再年轻一次 那段没有结果的初恋 成为我们的义男平 原来是这样 所以你才坚持让我们结为夫妻 你是我最宝贝的孙女 萱萱是老游最爱的孙子 我和老游年轻时 没有实现的爱情梦想 我们希望能在你们俩身上实现 原来是这样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奶奶的话我都听到了 你啊 如果以后动不动再提离婚 小心遭雷劈 妍妍 萱萱 这年轻时候能看到 能抓到的东西很多 却最容易犯糊涂 总是把一些不重要的事情 看得太重 等活到我这把年纪 剩下的日子越来越少 也越来越金贵 你们就会明白 人生中最需要的东西很少 奶奶 我明白了 我们会好好在一起的 你放心吧 这就对了 大老夫妇晒出多张绝美婚纱照 甜蜜爱献煞旁人 安氏集团和游氏集团强强联合 大老夫妇情色和鸣 夫唱夫随 所向无敌 爸 你快看啊 这个安景颜竟然是安氏总裁 这件事是我小看她了 小柔 她叫安景颜 是安氏集团的总裁 游明轩的妻子 太想小柔了 小柔是谁啊 我在跟你妈结婚之前啊 曾经有一段婚姻 小柔就是我的前妻 喜儿啊 这个安景颜 你有调查过吗 在一个什么小成出身的 五岁的时候妈妈死了 爸爸也失踪了 燕羽小成 对 是燕羽小成 那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 她就是我的女儿 你的姐姐刘景颜 她我姐 是啊 是这儿吗 嗯 你是 我是你爸爸 小的时候 你喜欢在爸爸肩膀上 让爸爸带你到山上去玩 不可能 我爸爸二十年前就没了 你不可能是我爸爸 这 这是 二十几年前 咱们全家福 爸爸一直戴在身上 怎么长得跟我这么像 姐姐 爸爸虽然现在年纪大了些 但是跟二十年前也差不多 还有你 跟以前那个阿姨长得一模一样 我们确实是一家人 肯定做不了 他真的是我爸 这些年 爸爸无时无刻不再想你们娘俩 现在好 老天开眼了 爸爸终于找到女儿了 既然你还活着 你为什么一直不来找我 爸爸生了一场重病 一直昏迷不醒 当我醒来啊 回到家 我就看到你母亲死了 你也走丢了 我小时候是跟着明轩的车一起走来着 可是不知不觉 不知道怎么就进了孤儿院 是爸爸不对 爸爸没有保护好你 从今天起 我一定将会对你好 把去世的爱 我都给你找不回来 你先进来吧 进来说 坐 姐姐 以前都是妹妹不懂事 做了很多错事 不过你千万不要记恨我 要不然我会很难过的 你妹妹之所以 之前犯糊涂 那都是为了我呀 你爸爸就不是个投资的料 这前几年做生意 那些人把我给坑了 欠了太多的高利贷呀 要不是你妹妹替我还债 想出给游明轩下药的那个法子 爸爸也不会是这样啊 姐姐 那我不是急疯了吗 那不过 阴差阳错促成和姐姐和姐夫的缘分不是 可是不管怎么样 你也不能不择手段啊 那我还不是为了帮咱爸吗 那我以后就有姐姐和姐夫两位大佬一起帮咱爸 那我也就不用兵器乱投意了 妍妍 这几年 要不是你妹妹 用三年前的事 让游明轩给柳氏投资 要不是因为这笔资金 你就再也见不到爸爸了 我也不可能 能见到我有这么优秀的女儿啊 别哭了 你干什么 爸爸知道你怨恨我 也怨恨你妹妹 我们不希望你原谅我们 暂时希望你能接受 我们 我们真诚的忏悔 你们别这样 你要是不同意 不原谅我们 我们常愧不起 爸 快起来 你叫我什么 爸 妹妹 你快起来起来了吧 姐姐 我从小就想有个姐姐 现在我终于有姐姐了 以后我一定会对姐姐好的 你年纪还小 以后的路还很长 只要你知错就改 你还是我的好妹妹 好 女儿 你就是这样认了爸爸和妹妹 我不认能行吗 他们一个痛哭忏悔 一个发誓要改过自新的 刘新远是不是跟你说 她得了很严重的病 才不能去见你妈的 嗯 不对呀 金言母亲的死 一定另有机枪 你在想什么呢 我在想 这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我还怕他们这样的人 会对你不利 他们都是跟我有血缘关系的亲人 就是因为有血缘关系 所以你们不能走太近 他们明天还约我们一起吃饭呢 不去 你是不是看不起他们 是他们做的事情 让我没办法相信他们 你为什么不能放下你的偏见呢 我是在意你 所以不想让他们伤害你 你这样就不会伤害我吗 你去哪 回自己房间睡 今天分房睡 刚在一起没有几个星期 又要分闯睡 分就分 喂夏丽 帮我调查一下刘新远 是 姐 姐 姐夫怎么没跟你一起过来啊 她最近太能了 来了 爷啊 这个明轩 是不是对爸爸有成见 所以她看不起我 不愿意来啊 怎么会呢 您别多想了 姐 之前是我不对 如果姐夫不愿意原谅我的话 也没关系 你不要为难 你不要管我 你就当老爸二十年前去世了 不要因为我这个废物老爸 影响你们之间夫妻感情啊 我怎么能不管您呢 明轩那边 我慢慢跟她解释 您别担心 这么久了 姐姐也饿了 我们先吃饭 哎呀 你看 静谷说话了 来 这都是啊 你小的时候最爱吃的菜 尝尝 是不是从前的味道 姐姐 这些都是爸爸专门为您做的 多吃点 嗯 吃 哎 哎 喜儿 你也吃 哎 哎 多吃些菜 这么说 景言的母亲 当年因为刘星元抛弃了她 入追富豪之家 才在愤怒之下 上吊自杀的 我派去的侦探 在追查刘星元的时候 还有个意外的发现 什么意外发现 开车撞死你父母之后 肇事逃逸的那个卡车司机 就是刘星元 刘星元 这是爸爸 给你和萱萱做的糕点 带回去 给萱萱吃 嗯 谢谢 你有毛病啊你 二十二年前 撞死我父母的那个混蛋 就是你吧 刘星元 你说什么 肯定是误会了 别装了 你肯定是搞错了 二十年前 我爸根本就不在元桥镇 二十二年前 他骗了你 他根本就没有重病 而是他抛弃器女 放上了富家女 你妈妈就是因为这个 上吊自杀的 上吊自杀 燕燕 你要相信爸爸 爸爸不可能 做出这样的事 如果爸爸能做出这样的事 我就是白活了 我呀 永明轩 我警告你 除非你有确凿证据 否则我不许你乱说 刘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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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没事 爸是担心你 怕你在家受欺负 快走 走 这里是我们家 你不在家待着 你要去哪儿 我会安家 为什么 我就是现在心里挺乱的 想一个人静一静 所以静一静的结果是什么 离婚吗 你不是说谁提离婚 谁遭雷劈吗 我不敢 仅仅是因为不敢吗 我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之间会有那么多问题 所以我只是想一个人静一静 但是你这样让我觉得我很慌 我害怕 灵轩 我现在不知道该说什么 也不知道该做什么 如果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只有痛苦 不如我们先分开一段时间 静一静好吗 你真的只是这样想吗 我知道 你父母去世的事情 是你心里永远无法扶贫的伤痛 我跟你一样痛恨那个 让你从小失去双亲 孤孤单单长大的肇事司机 但我无法接受那个人 就是我思念了二十多年的父亲 在我心里他是最好的父亲 如此我哭的时候 他都会想各种办法都我开心 哭的时候他都会无比心层地说 娇闺女泪多 用他的胡子扎我 想各种办法都我开心 我知道了 我可以给你自由 给你足够的时间 但是我不想离婚 不想分开 你都回来这么些天了 该去看看萱萱了 嫌弃我了 要赶我走了 你就是住一辈子 奶奶也不会嫌弃你的 只是可怜了萱萱 他可怜我就不可怜啊 你终于成人想他了 你们俩他想你 你想他 又何必硬撑着互相折磨呢 我哪有 从小看着你长大 你的心事奶奶还不知道吗 我梦见我妈了 有我子 别怕 要不 今晚我陪你睡 那你给我讲故事 奶奶你电话响了 我猜肯定是游爷爷打来的 喂 老游啊 哎老太呀 你快来吧 老游快不行了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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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跟爷爷说句话吧 奶奶 你平时怎么教游爷爷的 现在就怎么教他 他能听得见 老游啊 我是新月 你快睁开眼睛看看我 你以前不是说 只要听到我的名字 就会立刻充满能量 你说我穿红衣服最好看 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呀 老游老游 奶奶 我才走几天啊 这家里乱得就跟遭了贼一样 电费都没冲 真不知道你这几天是怎么过的 我不知道我这些日子是怎么生活的 但是我只知道 你不在的日子里 我跟死了一样 对不起 不应该把你一个人留在家里 你答应我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 我们都不要分开 好吗 我答应你 你不知道 我今天去送奶奶的时候 她连一个红绿灯都不愿意多等 她哭着说 她自己等了一辈子 那时候我就在想 沉着一辈子 其实经不起多少等待 就算一分钟也不行 你知道吗 你走后 我等你的每一天 都像一个世纪一样漫长 我们应该要珍惜现在 珍惜在一起的每一分钟 将我们的爱情和婚姻 进行到底 以后除了生死 什么都不能把我们分开 好 你也不赖吗 需要帮忙吗 不必 和这一万多买的名牌户 怎么还不如顶探 我去 元爷啊 您真是这个 你比大嫂还爷们 哎 等等我 你们这是 秀恩爱呢 没有 我的脚被碎锅里扎伤了 你这造型挺别致啊 快把我放下来 好啊 你是不是傻呀 说放就放 不是你说要放的吗 好了 言归正传 车祸的事情调查得怎么样了 嗯 我查到上个月 买凶开车撞到嫂夫人 导致嫂夫人不遇的幕后主使 正是柳星 你调查的呢 对 没错 就是柳星 另外我还查到 三年前在牡丹酒吧外 把你撞进医院 导致你失忆的也是她 我想起来了 开车撞我的人 就是柳星 对 柳星这个女人 骨子里就是坏 她想杀你 绝对不是一只糊涂 而是蓄谋已久 嫂夫人 你一定听说过 农夫雨蛇的故事吧 柳星呢 就是那条毒蛇 根本不值得我们 我在调查上个月 开车撞嫂夫人的 汽车司机当中 还有另外的发现 那个汽车司机 肇事前喝了不少酒 是是是 但她的血液中 酒精分解煤高于常人 对酒精有很强的免疫能力 故意用酒和壮人的 剂量谋杀 酒精免疫 对 她可再多酒都不会醉 所以柳星才找她 来制造车祸 所以柳星才找她 来制造车祸 那么嫂夫人的车祸 就会被认定为 是一场意外事故 如果实行败露 她柳星依然能够远走高飞 哎 你俩是天天待在一块调查吗 怎么可能 我们当然是各查各的 那你们 怎么调查的信息一模一样 看来你们很同频啊 我怎么可能和这个傻瓜同频 傻瓜 从小到大都没有人敢叫我是傻瓜 怎么 难道我说错了吗 你不是傻瓜吗 没关系 她嫁不出去的话 你就把人家娶了呗 我娶她 做梦吗你 盈盈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 我妈在我小的时候跟我说过 我爸也是酒精免疫者 那这就对得上 当时那辆卡车 那这就对得上 当时那辆卡车 就是直冲冲朝我们过来的 警方在现场发现了酒瓶 认为那场车祸是酒后驾驶逃逸 所以那场车祸 也被判定为了意外事故 但是谁都看得出来 那辆卡车就是直冲冲朝我们过来的 如果柳星人 也是酒精免疫者 那这一切就对得上了 人都要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 杀人偿命 他选择这条路的时候 就应该想到后果 杀人是会上瘾的 杀人者的习惯也是固定的 所以柳星为什么顾的凶手 也是酒精免疫者 这绝对不是巧合 你是说 让柳星顾酒精免疫者杀我的人 也是我吧 嗯 你 不管这个世界多么冰冷残酷 多么事实无常 我都会守护在你身边 婚女周全 致死不变 哥 那我就把柳星和柳星远的犯罪证据 交给警方 喂 哥 不好了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啊 让我想想 先这样 怪不得爷爷确实他们不在 原来是忙着盗取游士去了 游服这么在意游士的钱 当时要杀死你们一家三口的人 会不会就是他呀 这样看来 他的嫌疑确实最大 敢跟我们玩伤斗 那我们就玩死他 什么 你是想跟他们玩一场 资本游戏啊 没错 刘老尔 给你 你叫我什么 刘老尔啊 你还有没有人性啊 我都这么惨了 有安大总裁强力祝福 力挽狂澜 扭转乾坤 只是时间问题 这么自信的吗 我不自信的理由是什么 你说说看 我还真说不上来 还有 我要是没有人性的话 就不会亲手煮咖啡给你 除了安总 你是第一个喝到我亲手煮咖啡的人 那我可真是荣幸之志啊 这也太苦了 你在狗写些什么 你懂什么 这叫写诗 这叫写诗 心智相树 我如果爱你 就做你身旁的一株木棉 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你有你的铜支铁干 我有我红朵的花朵 仿佛永远分离 却又 忠心相反 怎么样 是不是为哥的才华所折服 要败到在 哥的石头裤下 你的石头裤 往哪看呢你 游服他绝大多数的资金 都在一三一四这些股票上 所以我们当然也是买一三一四 我已经往你的账户里转了二十个亿 你把安室所有流动资金都掉出来 就不怕我血本无归 连累你们安室进入战务危机啊 快操作吧 我们先偷十几个亿金去 让股价疯狂涨停 然后我们开始平仓 接着股价就会疯狂下跌 哇塞 你这是要让游服 把他这些年吃的全吐出来 看来游服和他的傻儿子 今天晚上要睡不着觉了 我跟你说 我不仅让他们睡不着觉 我还要让他们 起风 妈 不好了 一三一四的股票跌停了 什么 再这么下去 我们的五一马上就快没了 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 放什么谎 我立即转十个亿给你 你继续往一三一四投钱 把股价拉轻 绝不能让这五一快没了 哦 很好 他们已经上投了 看来游服已经上钩了 我这就再投几个一进去 很好 我也立即买入 一三一四这只股票 咱们一起上 让游服服务化一下 妈 对方也在拉股价 奇怪了 我还以为他们会砸盘呢 看来 是有人想搞我们 再这么下去 我们十个亿马上就快没了 我可是游市的大股东 哪个不值死活的家伙 敢跟我比游钱 我立即再转十个亿给你 无论如何要再坚持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后休市 明天开盘再说 我已经调集了游市和东方家族的所有资金 给我加大力度买入 扫光这个价格的所有股票 和我们比钱 那就用钱砸死他 收网的时候到了 金言 你立刻联系记者 把有父母子买凶害死哥嫂 不择手段抢夺游市的黑料爆出去 让游市股票疯狂下跌 好 我就赶在游市股票下跌前 把一三一四这只股票全抛出去 妈 游市的股票受负面性影响 正在疯狂暴跌 我们该怎么办 当然是砸钱把股票拉回来 可是我们所有的钱 都投在了一三一四那只股票上 我们已经没钱了 那就把部分一三一四的股票卖掉 把资金周转出来 不好对手出货了 一三一四正在疯狂暴跌 而我们的资金全部默认交易成功 什么 什么 那就补仓 补仓啊 咱们没钱了 拿什么补仓 什么 我费尽心机赚取的几十个一 就这么没了 妈 妈 游明轩在油市集团股票进入最低点时 买入了所有的股票 现在他成了油市最大股东 我们有事 完了 操作1314股票的人是谁 有没有查出来 也是游明轩 帮助他的 是安静言 自始至终 他们不是想要持有1314 而是想要把我们骗进局 不仅夺走了油市 还掏出了我们所有的情 是的 胡妈 22年前你杀了我爸妈 现在又想杀了我 胡妈 我们可是有血缘关系的亲人 你怎么下的去手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爸妈的死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还记得柳星远吗 他是我爸 他已经把一切都告诉我了 柳星远是你爸 你还不承认是吧 柳星远是你爸 你还不承认是吧 这都是你们逼我的 还有你爷爷 他以前偏心你爸 现在又偏心你 把油市都给了你 胡妈 你说我爷爷偏心我 你知道我爸妈当年为了油市 付出了多少心血吗 而我这些年为油市打下的基础 也是有目共睹 所以 油市不是爷爷给我们 而是我们自己一手打造出来的 你们心自问 你又为油市做了什么 你有什么资格来说我 你脸皮还真是厚啊 不但爱抢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还抢得这么理直气壮 看来你和你儿子一样 都是养尊处优教宗惯了 让你们的贪念膨胀 觉得自己高高在上 所有东西都该是你们的 却丝毫看不到明轩 和明轩父母的能力和付出 说白了 你们这就是愚蠢 你 胡妈 拿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迟早是要还的 就像你费心思夺走油市一样 我也凭借我自己的能力 拿了回来 刚才的话我已经录进去了 啊 你就等着法律的制裁吧 你 我们走 干嘛离我这么近 我没有啊 怎么没有 这才交集 无聊 他们出来了 看来事情进展得很顺利嘛 他们已经承认了 接下来就交给我们两个 自从有老爷去世之后 老太太状态一直不太好 你们还是去看看他吧 走 来吧 来吧 抱抱 不抱 确定不抱 不抱我可真走了 走了 走了 我最近很忙 不想听这么多 但是你们只要记住 烟雨小城主题乐园 在设计上 一定要坚持 浪漫 无味 还有温馨 游总的意思是 烟雨小城的设计理念 要像游总和夫人的爱情一样 我明白了 哎 明白明白明白 明白明白明白 我们一定要努力 让游总和夫人的爱情 尽快在现实生活中 落地生根 用锤不销 好 你们不用跟打了鸡血一样 我接个电话 我想要的只是一个 独一无二 轻雕细琢的一个主题乐园 所以 我不需要你们感动 只需要做好就行 哥 米尔给我打电话说 联系不上嫂夫人 老太太说跟你走了 没有啊 她把我送出门后就回去了 不对 走 哥 嫂夫人是不是出去办点急事 那也不可能这么久啊 连个接电话的时间都没有 那她会不会是在小区被人绑架了 我们还是快报警吧 能回电话 就说明没什么事 虚心一场 喂 锦衍 在哪呢 锦衍 怎么不说话 锦衍 美善 不要管我 不要管我 雄美善 你听到了吗 你的女人在我手上 你要想让她活命的话 你就一个人过来 用你的命来换她的命 好 我都听你的 把地址发过来 老子身上可是装了炸弹 只要你敢手滑招 老子就引爆炸弹 让你心爱的人给老子陪葬 我都听你的 你千万不要伤害的 我现在就过来 怎么了哥 是东风润 奶奶 祝你服务都好 奶奶 我祝你瘦比南山 奶奶 我祝你长一百岁 奶奶 我祝您万寿如江 我们祝您生日快乐 谢谢我的大宝贝 来来来来 坐吧 多坐吧 奶奶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老弟 奶奶 这是我女朋友 大家好 你好 然后呢奶奶 这个是我专门弄成 金言 怎么了 爷 金言 金言 快就去虎车 你怎么了 哭了 是不是生什么病了 我最近总觉得 虚弱无力 特别容易犯困 你就别再瞒我了 你的身体是出了问题 但不是病 你就如实告诉我吧 这样我还能好好规划一下 接下来的这次该怎么办 恭喜游夫人有创奇迹 喜欢双胞胎 双胞胎 对啊 是不可能 你们是在骗我吧 怎么会呢 这个是检查报告 孩子已经八周了 非常健康 我不是在做梦吧 我没有做梦 我们真的有了自己的孩子 而且还是双胞胎 我觉得这一定是上天 带给我们的好运 相信爱 本身就能创造奇迹 我们来看一下 小心 这不是 然后我们就把吉兰铁饰 走码 走咪 差不多 走 感谢观看